而在深处树林中,浓郁的血腥味正弥漫着,一群凶兽形成半月形往边上包围 怎么办,我们快挡不住了 你们别管我们,快逃命去吧 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丢下你们 顶多跟这些凶兽同归于尽 听着这一话,那几名男子心下不适滋味,却已无可奈何 在这里,尤其是眼下这情况,他们一路逃命一路战斗,身上能用的法器都已经用了 如今,只能寄一丝希望在宗门的求救信号上面 那些凶兽一步步地靠近,嘴里发出嘶吼 那咧开的嘴露出尖锐的牙,正滴着口水 仿佛是看到什么美味一般,嘴里发出滴吼地走上前 其中一名女子见词 我再用灵力气息布下一个防御罩,希望可以再挡一会儿 说话间,她提起身上紧剩的灵力气息 在他们周围布下一个防御罩 而前面的凶兽在看到他们布下防御罩后 嘴里嘀吼一声,其中一头猛地扑撞上来 强大的力道,撞击着那防御兽 只是这一撞,便让那防御罩变得薄弱了几番 又一声撞击,其他几头凶兽也跟着撞了上来 眼见防御罩就要破损,一道声音也在这时传入他们耳中 五头圣兽两头神兽,你们倒也是挺能惹的呀 凤九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目光扫过那防御结界中的几人 便朝几只凶兽看 那五只圣兽还入不了他的眼 倒是那两头已经到达神兽级别 浑身皮毛雪白,带着黑纹的猛虎 却是让他看了,眼睛一亮 哎呀,他家男人还说过 想要两头凶兽来守门呢 这两头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嘛 一头凶兽裂开嘴,露出锋利的牙齿朝凤九扑来 凤九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直接抬手,便将那头扑来的凶兽拍飞出去 那凶兽整只飞了出去 嘴前两只利齿也落了下来 吼叫声变成哀嚎 惊恐地看着凤九不敢再上前